当红花旦赵丽颖,想来多数人都是不陌生的,赵丽颖一直都是众人心中的女神,她凭借轻力可爱的外貌,深得观众的喜欢,赵丽颖也是迎贫花旦中的正能量担当,赵丽颖饰演的角色,总是以执着,坚韧,又不失青春本色的励志色彩影响着观众,赵丽颖出道已经有些年头了,出演过的角色多不胜数,不过,最让她的角色都不胜数。 让人难忘的,便是花千古了,赵丽颖扮演的花千古,有着圆圆的包子脸,看着十分的呆萌可爱,瞬间圈粉无数,花千古可以说是赵丽颖的成名作,因为这部剧将赵丽颖推上了流量的顶峰,赵丽颖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,尽管不是科班出身,但是,她却对演艺事业充满了热情,她凭借坚持不放弃的心态获得成功,在接连主演了几部收视冠军作品以后,其国民甜心与收视小组的形象, 也渐入人心,童星出道的杨子,也是一直被大家关注着的,活泼俏皮的性格,是杨子最招人喜欢的地方,从最开始,家有儿女中古灵精怪的下雪,到后来俏皮可爱的童年等等,杨子一直都把下雪这个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,不论是人前还是幕后,杨子都像是一个开心果一般, 赵丽颖现今已经34岁了,但时光并未在赵丽颖的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,一张娃娃脸依旧令人心动,当和29岁的杨子同台时,两人就是火星撞地球,真的是谁丑谁尴尬,赵丽颖身穿白色竖条纹镂空连衣短裙,杨子身穿衣字兼彩色上衣,搭配牛仔裤,尽管赵丽颖大了杨子5岁,可娃娃脸的赵丽颖占尽了优势, 在杨子面前,就像是妹妹一样,丝毫不显老,大家觉得,他们两个谁更胜一筹呢?